金管會就是把責任推給銀行 讓銀行來管金管會不管 放任這樣子的一個長山 完全沒有任何資格限制 民眾因為這樣子而受騙的時候 民眾知道嗎 民眾看到的是政府機關的背書 看到的是指導單位的金管會 看到的是我們金管會主委都去現場 還跟業者合照 誰知道是詐騙集團是掛著羊皮的狼 你又要再把責任推給民眾嗎 你們不是扮個展然後掛個名 就沒你的事耶 你都不用負責 那你不是就變成詐騙集團的幫兇了嗎 你們太怠惰了 大家一樣爛 你從2016拖到現在已經拖了7年了 2、30億就這樣拍拍屁股走人 也是2016年5月的報告裡面 還特別說要強化網路借貸P2P業者管理 增進金融消費者的權益跟投資人的保護 請問到現在我們做了什麼 有委員您非常的專業 其實也就是在2016年底 金管會分析了各種監管對P2P的模式 最後決定用以銀行跟P2P平台合作的方式 作為管理的模式 所以最後金管會就是把責任推給銀行 讓銀行來管金管會不管 道委員這樣的描述也不見得是很公平的 事實就是如此 當我們在詢問說那金管會負責什麼的時候 你說讓銀行來管 然後央行在2018年的報告裡面就告訴你 世界各國在P2P平台的監管上 不是放任他們 而是由我們的金融主管機關 金融行為管理局 聯邦監管政管會等等 全部都是金融管理主管機關來做監管 日本韓國也都有監管 為什麼就只有台灣做不到 而台灣的網路這麼發達 P2P平台如雨後春筍 被詐騙的事件越來越多層出不窮的時候 我們主管機關還在推給銀行 那更離譜的 對不起 委員先 更離譜的是 主委你再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金融科技的 金融科技展 這個是金融總會跟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 2018年首次舉辦的時候 當時的IMB平台 他也參加了2019的台北金融科技展 甚至在當時還跟顧力雄主委合照 當時這個所謂自救會IMB平台的 這個自救會裡面 很多的民眾提到 當時就是因為去參加了這個金融展 看到這個IMB平台的業者在現場招攬 因此相信了這個IMB借貸平堂 是我們政府支持合作的 因為他去參加這個金融展 所以某種程度這個IMB平台 當時我們也調出了參展的公司 台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這個IMB 而當時的指導單位就是金管會 所以你們放任這樣子的一個長山 完全沒有任何資格限制 也沒有做去調查 然後去參加我們政府認證具有公信力的 這樣子的一個金融展 然後之後民眾因為這樣子而受騙的時候 我們主管機關都沒有責任嗎 報員這個因為是金總跟言訓院辦的 我的了解是他這個參展是要付費 只要是合法登記的公司 民眾知道嗎 民眾看到的是政府機關的背書 看到的是指導單位的金管會 看到的是我們金管會主委都去現場 還跟業者合照 理所當然會相信說這個平台是具有公信力 這個金融展的廠商是一個合法合規的廠商 誰知道是詐騙集團是掛著羊皮的狼 誰會知道民眾會知道嗎 你又要再把責任推給民眾嗎 民眾誰叫你去參加的金融展 你以為金融展的廠商都是合法的 你自己要去查清楚是這樣嗎 所以一切都是民眾要去承擔這個風險 報員那個我的了解 參展的廠商不得有任何銷售的行為 但是現場就是有銷售就是有招攬 而你們全攬不知也無法可罰 事後到現在你們沒有做任何的管理 你現場有人在現場去處理這件事情 去了解嗎 你們不是辦個展然後掛個名 就沒你的事耶 你都不用負責 然後呢今年又要辦了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同樣又有兩家P2P平台的業者去參加 請問這兩家可不可以相信 主委你要不要掛報警 你們有沒有去了解有沒有問題 原區有一些廠商也後來也發生了一些 跟外面的人的糾紛 這部分我們都有一些機制在處理 什麼機制 所以今天IMB平台的業者 當初也去參加我們這個金融科技展 就參加完之後現在冒出問題了 然後你告訴我這不歸金管會館 高風險高利率民眾要自己承擔 然後告訴我們說這些廠商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當初沒有限制 只要有錢就來參加 現在這兩家又有兩家來參加的 請問主委要不要保證這兩家絕對不會出包 絕對沒有問題 我還沒有看到今年要參展的這個 我已經告訴你 幫你調出來 看到這兩家就是有P2P借貸的平台業者 所以你現在如何去管理啊 如果你不管理你未來的這些活動所參加的業者 你如何保證他沒有問題 如何讓民眾能夠信任 現在大家就在問你啊 是科技展是展現那些廠商的科技 那是中性的 但他拿去做為非作歹的事情 那是另外一回事 這民眾能夠接受你的說法嗎 主委你辦了一個金融科技展 告訴我們說現在很多Fintech的應用 我們台灣這個日新月異 然後大家理所當然會認為這些廠商 都是在你政府認證合法的情況之下 參加政府所辦的這樣子的一個科技展 結果你事後告訴我說這些廠商的良幼不齊 或是他的問題你們都不負責 這個民眾無法接受 所以對於這些廠商事前資格的條件 或者是事後要求怎麼樣 或者是說整個的一個審核機制 甚至有沒有招攬的行為 你們都應該要負起一定的責任 所以呢我們也希望說你對於參獎單位 要有一定的審核 你不要辦了這個展覽政府背書 然後之後你又不管 然後拿來讓外界做文章也讓民眾受騙 那你不是就變成詐騙集團的幫兇了嗎 更離譜的是你剛剛說要跟銀行合作 好 你把責任都推給了銀行 銀行確實跟網路這個借貸平台業者 要有這個審查相關的辦法 現在也有三家銀行 確實也跟P2P平台合作 但是你這個辦法零零總總一大堆啦 包括與業者合作的銀行啊 都要有客戶登記證明啊 然後去確認還要電話訪查實地訪查 驗證等等 這些銀行都有做到嗎 他要合作就要做到 因為這是以為他自己的風險管理 他也要注意到他的商業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銀行你自己要去做喔 然後我主管機關不管喔 之後如果發生問題的 就是你銀行要負責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去年特別在聯甄中心開闢第二資料庫 讓P2P平台業者可以去取得真信的資料 我們有幫助這些業者 我想社會大眾的期待 是金管會負起責任啊 對於P2P平台業者 不是推給銀行 不是推給民眾 不是推給社會大眾 而是說仿效英國 美國 日本 韓國其他國家的做法 來研議 由我們的金管會相關的部會 來去做這樣P2P平台的監管 那這個部分 其實對於金管會來講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考慮 未來新增一個局 來去做這樣子的一個Fintech 或是新興科技的管理 或是粒粒專法等等 這些都是大家期待的方向 也是金管會可以提出的 但到現在社會輿論 如此沸沸騰騰騰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要把責任推給銀行 然後金管會沒有要任何的作為 這個我覺得大家會覺得你們太怠惰了 從2016年到現在 事情已經爆發一件又一件的時候 你還在這裡說要推給銀行去管 其實我們的那個合作的規範 有不斷的在更新 最新的就是2020年的6月29號 我們有在調整 不是 而且那個也不是推給銀行 所以請問主委 未來還會不會有P2P詐騙的事情 還是會有啊 保證以後就不會有了嗎 你如何能夠防堵在目前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是希望金管會能夠有一個合法的監管 讓我們知道政府認證的這些 是在政府的監管之下的P2P平台 才能夠去區分嘛 否則在你現在一律不管的情況之下 民眾根本沒有辦法去瞭解哪些是合法 哪些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這樣也是扼殺這些業者 真的要做的人 他也沒有辦法讓民眾真的相信他啊 所以你所謂的Fintech 你政府如果不去管 你沒有一個相關的一個監管 就會變成大家一樣爛 沒有辦法有進步 這就是你現在金管會怠惰所導致的問題 喂 我們正在吵的方向就是希望讓一些見證 你從2016拖到現在已經拖了7年了 這麼多民眾受騙 二三十億就這樣拍拍屁股走人 這部分我覺得金管會要負起最大的責任